視頻者組織分享他們的意見 這四個視頻者組織就已經介紹過了 我現在請他們每一個視頻者組織 我們會給他們8分鐘的時間 講他們的訴訟講義 在過多一半之後 我們會請醫院的代表做一個整體的委員 首先我們請在機場和社區的代表 來到區議會主席 我們請稍稍各位自己的致命者 張先生 大家好 關於第三節口道的問題 我們地道會議會已經有討論過 至於議會議員的意見是非常支持 還希望工程要加快 當然大家都知道 因為每年的貨運貨客的吞吐量 大家都明白到二年一七年已經是很飽和 但是問題 如果不盡早去舉起這些措施的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現時的社會需求 要有經濟效率 到時如果我們不盡早做的話 都會有經濟效率 對嗎 那麼 下後這些人 東南亞和芝山莫一帶的地方都追上來 我們香港如果是下後的話 這個我覺得不想大家看到 但是問題 我希望儘量將這些措施快些做好它 但是我覺得機場的貨客運量 對香港的經濟效益和就業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議會人士的意見 我們都有反應 因為每個人都提出一些環保 草陰和空氣的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有各項的專家在研究和監察 我們不用擔心 希望我能夠把這些問題減到最低 和影響最少 我希望市民支持 和大家都是同意的 我告訴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周若先生 接下來我們請環保組織的代表發言 首先是請周若祥女士 她是地球之有的高級環境事務主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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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剛才這裡的討論 就好 觀念堂王 但是現在香港最需要的 就不是這個 就是這個 包裝是沒有用的 其實到現在為止 全香港十二個環保團體 都沒有一個團體 是相信他們現在所說的 環境的進展 也都沒有任何 表示形同 所以就希望大家 就聽一聽一多些不同的聲音 最緊要是這四個字 開城到高 第三條機場跑道 造價是一千三百幾億 如果計算這個簽資的話 就幾乎成二千億 香港的財政儲備 都是七千億左右 即是一拼就拼了五分之一 值不值呢 其實香港社會 正在面對很多的問題 包括有住屋的問題 經常都說土地不夠 還有醫療用地的問題 也是很短缺的 還有很多老人 人口老塊的問題 這些全部都是需要錢 二千億是可以做很多的 那是否大家應該好好取捨一下 尤其是現在香港的社會 正在面對最重要的誠信問題 我們的特首誠信受到質疑 高官誠信也是受到質疑 何況現在只要基本局 所以我們這麼多的環保團體 合起來 其實只是有一個很卑微的要求 就是希望基本局可以開城報告 將這些原子的數據開放出來 其實這些數據都是用公帑來收集回來的 公開出來讓大家一起去分析 評估究竟是否真的合理 是否真的適合起一條第三條的基礎考度 接下來就為香港 這個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利美華小正 講一下我們團體有什麼 公共的訴求 好 我今天就代表我們12個環保團體 去回應 其實現在基本局就著這個環平的進展 去作出回應 首先就是我們覺得在這個簡報會上 其實只是提供了少量的資料和進展 其實還沒有進行一個初步的分析 所以一般的公眾是很難掌握這些數據 或者是基本局如何去練習這些數據 去再進行一些比較深入的影響評估 我相信在這個位置 其實到現在可能 就是剛才聽完那半一個鐘 都未必知道其實基本局將來想做什麼 另外就是說 香港是否需要第三跑呢 我相信這個問題其實到現在都願意未決 在專家指出 本港的航班容量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於 珠江三國洲空域管理所限制 他們首先要同意放寬這個限制 機場才會有機會去增加飛機升降的班次 機管局首先應該確定 這個先決條件是首先被滿足 先再決定第三跑在這個航空交通上面 會不會來為香港是帶來一個顯著的益處 有報告也顯示到目前兩條跑道 它是未被充分利用的 其實只要增併員工協助航空交通指揮 就可以輕易解決現在交通流量的問題 我們擔心的是全球貿易最嚴峻而長遠的衰退期 在這個時候落實進行第三跑這個基建工程的話 我們擔心這個項目會立為大白漲 機管局就應上述關於空域 以及怎樣可以充分使用現在現時兩條跑道的問題 去向公眾的儲盤交代 西部水域現在大家都知道 在進行或者計劃了有不同的基建工程 例如港出貿大橋 東涌的增建和田海 當局要立即進行一個策略性環境評估 去研究每個工程對環境帶來的累計影響 避免為西部水域帶來無可挽救的環境影響 基本代表馮永葉先生 曾經在2012年10月 與我們聯合環團的會議上承諾過 2013年第一季公眾 第一季公佈有關社會投資回報研究範圍 但到目前為止 環評也快完成的時候 研究仍然是零進展 我們對這件事是感到極度失望的 了解社會要為工程付出什麼代價相當重要 我們促進基管局加快 為這個社會投資回報的研究進度 去儘快公佈 和確保這個研究和環評結果同時出路 比公眾有一個更加清晰明確的選擇 由於基管局承浪的研究未有進展 對投資有香港海豚會學會和公共專業聯盟 他們都會開展一個比較少規模的 社會投資回報研究 希望可以將這些資料全面公開 讓大家有一個明智的抉擇 就像中華白海豚我們都很憂慮 在早前銀行檢報會上 基管局就已收集到的資料 其實我們認為它是未能充分的去評估項目 對中華白海豚來往 重要的三個使用水域 例如龍虎洲 大小黃刀 和大魚山的通道大力的影響 我們建議當局 立即進行額外針對性的研究 去看看第三條跑道 是怎樣影響 和海豚來往的主要通道水域的研究 還有當局也需要在通過項目之前 去檢討和顯示他們所提議的 緩解措施的可行性和實效 例如剛剛所提到的人工海豚 對海豚是否真的有幫助呢 我們都希望去緩解措施 去定下一個保育武器很重要 好讓我們知道這些措施 去怎樣幫助我們的中華海豚 以及他們的未來 最後第三條跑道所帶來的航空交通 可能會為空氣污染 會令到空氣污染不惡化 特別是10至2.5毫米的懸浮粒子 可能會有機會上升一倍 我們都希望 基本局盡快公開有關 更加多空氣質素的數據和證據 顯示這個項目是怎樣可以 符合到香港最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我們最後我們環評是希望可以 和基本局有一個公開猶豫性的討論 是希望在這個項目 我們知道究竟有什麼影響到我們的環境 而在這裏達到發展和保育可以得到一個平衡 我們有一個遞交公聯傳訊的形式 就有機管局的代表在明天接收 好 我們多謝周潮進和李小姐 接著來我們會由工會方面代表的看法 我們請葉偉銘先生 香港民用堂公事職工總會副居書長 大家好 我是香港民用堂公司職工總會副居書長 我們都代表我們公園的公園 我們都代表我們公園會文用系統公會 有八間公會 我們都代表我們八年 那如果從一個發展的角度來看 我們是不會反對或者投入機場的發展 因為始終造大了一個頂 或者是工業發展 對我們的公園就業會相對有一些正面的影響 這是發展的角度來看 特別是現在在機場裏 我們很多的官僚都感覺到 其實現在是好斑 繁忙的時候 其實雖然大家現在 有時候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機場很大 但實際上都運作在繁忙的時間裏 其實那個機場是比較的變得合責 這個其實大家在工作上都是有些困難 所以其實我們是不會反對 即我們不會反對發展 但我們公園也反映過很多的意見 我們看過今次環境影響的評估 但我們見到基本局沒有做到一個評估 原因評估就是說 其實除了這些環境之外 就是整個發展 為甚麼是制約我們基本機場的發展呢 大家都說很多實家 我想很多低在座 都是我們一些公司 或者其他公會代表 都說機場是欠缺人手 但機場為何欠缺人手呢 以及現在機場面對很多交通的問題 我們有一些公司都經常說 就是交通的問題 是怎樣制約了現在我們機場的發展呢 我們真的有一些憂慮 就是說機場發展了 第三條考度落實了 但當第三條考度落實的時候 現在就說我們機場有六萬多人的工作 根據政府給我們的文件 就是如果第三條考度落實了之後 裡面是有十四萬多的人士 是會在機場裏做事的 怎樣處理這十四萬人的工作 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交通的問題呢 這個評估我們真的覺得很多個問題 就是你會評估那個空氣質素 評估中華白海團 但為何不會評估我們工人 現在在裡面所面對的職業安全健康 是不是 我們的職業安全健康 我們現在裡面 我們工人是面對的更基勞處 有沒有人去處理呢 或者我們現在面對的原因是說 當機場的工資已經低 我舉個例子 我們一些機場的地勤 他入職就是七千三元 其實跟他做苦日 做苦日做九個半鐘 跟最低工資有多少 這個其實制約著我們的機場發展 我希望各位會留在這裡 我們工友 人工低的情況下 要靠加班 要靠加班的情況 這其實影響對他們最終的工作質素 他們的安全 他們的健康 但為何我們的評估 我們的評估 為何 即是說 我們對中華白海團 對健康的評估 都是對周邊地區的評估 但為何對在裡面 在機場工作工作的工友 他們的工作環境 可能我正在發展 這一個沒有一個評估 這個是想問一問 即是基建國 其實希望基建國在這方面 做這件事 因為如果這件事做得不好 你吸引不到一些人進來機場做 你將來第三條跑道 起好之後 你是不是要怎樣請到14萬人進來 現在我們基本上 保守的計算是有6千至1萬人 是欠缺 有一些人告訴我們 現在都已經是人手短缺 當你擴展到第三條跑道的時候 你的人手是否真的能夠 是可以吸引到你呢 因為你可能前往東涌的發展 可以有更加多人進入東涌 然後跟著呢 在東涌那裡吸入一些勞動力 但是東涌的發展 現在都是有一些反略的聲音 你到時是可不可以 有這麼多人進去東涌做事 你吸引到外面的人出來 所以我除了覺得人工低 吸引不到人的情況下 雖然監管當局 未能夠是去促使一些 私人的公司去監管 但是問題是 他們是有沒有責任去督出 當那個服務質素受到影響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責任去督出呢 第二個就是交通的問題 這一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制約 交通問題 我們和運輸處和經驗局 談了兩至三年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是沒有一些任何的 一些實質的從事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班次得足 我們有些工友 在天水圍和元朗屯門上班的時候 總站開出第二、第三個站 已經是什麼 沒有位置坐了 要站的了 這個是積極健康 沒有人評估的 你想想 我們工友到第三個站 已經是沒有位置坐的情況下 要站成一個小時左右 先回到機場連累 然後再開工 這是誰去幫我們的評估呢 這個其實政府有沒有去想 幫我們的解決呢 特別是有一個交通費貴 最近最近有一間公司 去屬下的巴士服務 加價平均的百分之二十 這個其實 今天加我們人工都是百分之四 但是我們的車費 已經加百分之二十 這個你想想 這個情況下 車費貴 又沒有班次又不足 特別是我們鄰間 我們鄰間的工作 就是半夜更加難問班 你怎樣去吸引到人來做呢 所以你做了這些評估之後 讓你過了班之後 我們工人所面對的實際的問題 你將來是怎樣去發展到十四萬人 是怎樣去吸引到更加多的工人 是由他們機場做呢 我們覺得才是重要的 這一個的評估 對我們工人 職業安全健康的影響 的評估 我希望我們幾間工會 我們工聯會屬下的八間 在民航 是希望基本局和運和局 是要認認真做好這個評估 不要再是蒙蒙運運過關 但是發展我們也是支持的 多謝 我們多謝李先生 接著下來我們是請航空協會的代表 朱博良先生 朱先生是香港航空公司協會的主席 各位們五安 我是香港航空公司協會的代表 代表了香港七十七間 在香港言論航空公司 航空協會的場合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是支持香港興建第三條跑路 我們深信 增加香港機場的容量 對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航空中心的樞樓地位 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香港今天的成功實際有賴 我們是全球完善的網絡系統 業界清楚 我們必須要持續發展這些系統網絡 只要保住香港長夜的樞樓應鎮地位 加強香港的經濟活力 當然我們都明白到 航空交通對環境的氣候帶來一定的影響 業界和所有航空公司一直都是正視這個問題 以及積極從多方面 然後求改進環保 提出貢獻 航空業界也承諾了 共同努力把航空交通對環境的影響減到最低 達致可持續的長夜發展 繼續為社會產生最大的悲哀 但我們必須強調 航空業界對旅遊、零售、餐飲、環境貿易 香港的經濟持續增長 以及滿足香港市民出國旅遊讀書的需要 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 歡迎香港興建第三跑道 我們明白 在興建第三跑道 維持香港整體經濟和社會利益的同時 是不能夠忽視了保護環境的重用 我們支持的基管局 是專從嚴謹的國際標準 進行合乎香港法規的全面環境的評估 以及會議不同自分者訴求 以及提出合適的緩解措施 今天我就尤其是在網上 香港航空協會 實際國際航空協會 IATA 在一個大令之下 制定了三大目標 是從2010年起 每年遞增的營有效益1.5% 在2020年起 為航空業的二氧化碳排放設限 達到零年的增長 碳排放的增長 在2050年開始 將二氧化碳排放從2005年的水平減到50% 這些都是十分進取目標 要足指顯示航空業界有決心落實各行措施 提高效益 至少航空機的服從 第三 優化和中空中交通管理的團隊合作 減少排放 第四 通過經濟措施 推行碳排放的抵消 和碳排放的交易 以掌勵措施減輕航空業對環境的影響 各位 我除了是香港航空業公司的代表主席之外 都是國泰、航空 在官方在地的航空公司的一個上部總裁 我們國泰在減排的方面 在過去很多年做了 是不為力的工作 是走在業界前端 在此我希望和各位分享 我們在這方面工作 國泰積極引進全新的機隊 包括波音777-300長程機 波音777-47-8-8的火機 和A350-A330的黑機 由現在到2020 我們一共將接收82隻新飛機 標準的總值超過1800億港元 新航空機將提高熱狀效益 和減少排放達到17-28% 除了新航空機的投入服務 我們逐步安排舊款和客機的推移 包括747-400和747 它可以改裝貨機和340機的機隊 國泰市定下的目標 在2020年開始 每位成客和每件貨物計算 從2009年開始減少排放 減少3%的任何一日 以此計算 延游的排放每年是低減百分之一 比國際行業協會的百分之一 是更為進取的 國泰和廣農也支持 基本局的減排計劃 成立從2001年開始 以會為乘客 每一百公斤的訪問計算 機場的總體排放是減少百分之一 從航空業界來說 香港亦需要興建第三波 保持香港跑道的容量 而接近的上限 預計興建第三跑道至少需要十秒 換言之 在第三條跑道遠距的前面 我們已經是跑道 航空的樞樓已得到保護 雖然我們一定要保持 香港樞樓的重要地位 興建第三跑道是急不容忍的 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希望 各持分者能提出一句 建設性的討論 以確保第三跑道興建 環境帶來影響減少百分之一 但是我們也相信 各項門界的措施 將它能夠順利地落實實行 謝謝各位 謝謝 多謝 詞先生 多謝 詞先生 多謝 我們對剛才的團體代表所發言 逐一再作一個比較詳細的表現 我們剛才聽到不同的持分者的意見 我們很高興 我們舉辦這個論壇的目的 正是為了我們在環境進行的期間 收集大家的意見 其中 特別對於有些持分者 認為我們需要提供這麼多的資料和數據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整個過程都採取了一個公開和高透的提議態度 特別在環境的工作方面 大家記得我們在2030年環境公佈的期間 我們已經公佈了大量的初步數據 剛才過去一個多小時 大家都聽到有份參與環境工作的團隊 亦都很絕要地為大家介紹了一些最新的志力和工作的進展 目前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 經研究之後更新這些資料 並且我們會詳細將這些資料 羅列在我們在年底 出些年初完成的這個環境報告 我想對剛才那些環境發言者 作一個回應 首先周主席 社區領袖的發言 我很多謝他 代表地區對基層發展的支持 我知道地區人士都有些向對個環境表達一些關注 例如空氣、草音等等 我們會研究一些可行的回解措施 將這些影響減到最低 同時我們會繼續和地區人士保持緊密的溝通 我們會繼續聽取他們的意見 周先生特別提到他很支持這個項目 從希望我們加快 以滿足香港長年經濟發展的需求 保持香港的競爭 在這裏我亦都當然非常討厭 亦都多謝他 表達了這個意見 環保團體有兩位發言者 周女士 周先生剛才有一個牌 周先生有一個牌 開聲曝通 他希望我們多聽不明的聲音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我們現時想達到的目的 我們自從開展了 究竟年中開展了這個環境工作以來 其實我們大大小小進行過三百八十幾場 一些公眾參與的場合 包括我們和社區領袖 和學者專家 甚至乎和一些專業的團體 學生、學校 我們都有去介紹 亦都安排去一些機場的參觀 我們那個牌 其實正正希望把我們的工作 做到最高的工作 周女士亦都提到工程費 極高 香港還有很多對金錢上的需求 其實在房屋和土地方面 這個我想大家要整體的是 香港場面的發展 在三百八道這個工程 其實對香港場面的發展 在經濟上起到甚麼作用 其實如果我們將我眼光方面 由三百道國展所帶來的一些經濟力量 就正正可以幫我們 擁控到我們其他方面 在金錢上所需要的一些點頭 周女士亦都提到一個誠信的問題 我們希望將我們的工作 我剛才說過 儘量公開 亦都增加了一口 誠信的問題 始終也是兩方面的 另外一位女士 另外一位女士 就覺得我們搞到有千條不足 我們三跑的目的不是那麼清楚 這個其實我們在不同的渠道 都將我們為何需要做三跑道 三跑道將來對香港有甚麼好處 包括我們的網頁 包括我們在公眾參與的場合 我們都非常想這些資源傳達出去 其實我們亦都有聯絡 包括李女士作為的一些組織 包括一些環博組織 另外李女士提到 有一些對香港經濟民作的限制 不過我覺得這些擔心 可能是基於一些錯誤的訊息 包括例如空域的管制 是否限制香港的機場運作 甚至乎的容量 或者我們雙跑道 是否未作出一個通訊的理論 這些我想我擔心都是基於一些錯誤的訊息 我希望這些女士可以多些參考 我們公布出去的資源 做一個比較客規的訊息 我多謝她說清楚她們不否定香港需要發展 亦都不否定反對機場需要確認 但她提到另外一些問題 一些意見 例如香港整體勞工的軟權 員工的福利 員工交通的安排等等 雖然這些對我們今日的論壇 未必是直接設計 但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其實香港基本局很盡視機場社區 和各界公務所表達的意見 我們亦都努力協調一些公務民主機構 回應機場員工對一些車廁 甚至日工和交通時間的關注 我希望以後大家繼續保持 港幣市的交通溝通 有甚麼問題 大家坦白提出 看看是否可以公民界的表 最後 航空業界的代表 我很多謝他們清晰清楚表達 對我們工程機場拓展的支持 時間關係我就不講了那麼多 最後我也想再次多謝大家 就我們環境工作所作出的回應 我們會認真考慮大家所提出的位見 作為我們下一步工作的策考 正如我在論壇開始 那時說 學建三口道機場是有的必要性和迫設性 我期望大家以後就繼續支持樂盛 學建工程 共同為建設香港未來 盡一分力 謝謝